堅持器畫面中晚上9點多 百貨精品店已經快打烊 但這名男客人就是硬要逛 接下來的動作氣死人 竟然趁著女店員認真介紹 伸手強摟她的腰 摸得也太明顯了 女店員察覺不對勁 一轉身閃貨繼續往前走 拿起空拍機器認真說明 這名男子又伸出弦豬手 繼續強摟 就近身用她的手部 觸碰了店員的腰劑 那這個部分讓店員有覺得 有遭到性騷擾的疑慮 然後向本所來報案 仔細看男客人貼的抄劑 黏著女店員 左手搶摟著腰不肯放 女店員已經嚇得不知如何是好 知台南新營一間精品百貨行 當時店外鐵門拉下一半 女店員也要下班了 竟然被搶摟二郎偷襲得逞 即將打贏的時候 進去裡面洋裝要購物 那利用店員近身 向他介紹商品的時候 就近身 他是覺得 嫌疑人是碰住他的藥劑 店家事後 將畫面PO到臉書 網友紛紛留言痛罵 這偷摸狼實在好惡劣 當事人已經報警 警方表示這行為明顯涉及騷擾 會盡快揪出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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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品